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 今天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 那今天的题目是 你正在吸引着谁 你正在吸引着谁 那这是今天的三张牌 等一下近看的时候 看久一点 接待一下暂停 好 第一张 好 第二张 好 我想你们都很会选 选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一号牌的朋友开始 今天的题目是 你正在吸引着谁 来 我们先看一下整个核心的能量的走向 6千币 还不错 还不错 但是我好像 嗯 没关系 我再看一下 确实是有一个 好像是真的是有一个外力的出现 有一个外力的出现 那表示你们两个人 这个你已经吸引到的人 你们两个人中间的桥梁似乎会因为有一个外力的介入而搭上了啦 那通常这个外力的介入都会是人 都会是人 所以以现在这个状态来说 我想你们应该还不算认识 但是这个作为桥梁似的这个人 嗯 他有一个情况 他有一个情况 结束了 所以他们的结束了 所以他们有新的联系 在这里 就不是在对方那里 所以他应该会是你最近的新的朋友圈里面的一个新的角色 就是从新的朋友 新的人 但我觉得他跟你的关系进展 目前虽然还没有翻啦 但是我觉得节奏不快 节奏不快 我没有那一个快速的感觉 帮你看就好了 你仔细看出了多少金币牌 1 2 3 4 我们先不管它是什么 可是你只要看到金币牌这么多 我先跟你说 他这一个你跟他的关系 他是慢慢慢慢出现在你的心里 慢慢出现在你的眼睛里 所以他可能会在你的朋友出现的时候出来 最近会偶尔出现 那从这里可以看到你们两个的距离 不会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就会有 立刻有联系 你们两个有自己的距离 也不太会搭上话 他要非常多次的反复出现之后 你们两个的距离才会在某次的意外 状况里会比较近 有一点点像是说 大家一起去吃饭 突然桌 现在桌上只剩下你们两个 不知道大家跑去哪里 有这种特别的状况 或是有可能 大家一起在街上走 几个人在聊天要去一个地方 就当中间到了一个便利商店 大家要进去买东西 但你们两个没有 所以你们两个在外面 是不是两个就讲起话 我说的一个特别状况 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 你们两个底下 真正该有的那个水能量感情能量 就会开始爆发 它有点像是饮料开罐被打开了 但是这一个 不错的水能量 一直都在你们两个之间 但是 这一组 你们两个的联系 桥梁非常薄弱 它真的要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特别的事件 让你们两个被拉拢 在只有你们两个的空间里面的时候 才会发生那一个搭桥的状况 才会有直接的连结 那一会看一下其他的 先这些 你们基本上算是很不一样的人 你们是很不一样的人 这也难怪你们一开始见面或什么 你们都不太能够达到话 因为有可能在 你看到他跟其他人讲话 是他看到你在跟其他人讲话 你们两个的语言模组 不太有默契 所以两个不太会直接讲话 所以他真的要在那一个很特别的事件点 让你们两个讲 但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 他希望你理解 你们彼此都不是 你们原本以为的那个样子 所以你现在以为你的形象给他的 或是他的形象给你的 都不是真正的自己 你们都有一个特别的状况 都是你们会在熟悉之前 先戴上某个面具 而且戴的扎扎稳稳的 在还没有熟悉之前 都是一个样子 那那个都不是你们 你们就是 基本上有 不能说你有两面 而是你的人 你们的人格都是属于有层次的 有阶段性的 所以 当你们开始第一次搭话之后 才开始觉得彼此 跟自己想象中的不一样 那其中的那一个 有趣的气氛跟那个融洽度啊 那个连结才会出来 就是我刚说的那一个 打开的那个水 那个饮料被打开了 他这个就是我刚说的一个层次的状况啦 那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因为土能量的节奏 这样子往下拨下来的话 我觉得 而且一开始还是算很有距离 你们要从蛮有距离跟不太讲话 慢慢才会有 比较多 而且你们私下网络上也都完全不会讲话 你们都只有一起出去见到 才会有一些聊天 他这个时间会拉很长哦 他会一次两次三次才有比较近的关系 因为他这个连续比较像是说 可能前几次大家都是约外面 就有一天突然约去了谁家 所以到了那个住宅或家里的时候 他的位置跟亲密度就靠近了 那个时候你们才会有比较近的聊天 所以这一组我觉得 这个发展比较慢 他会从一个非常普通的朋友 才慢慢慢慢进入你们两个 会找到自己的语言可以开始聊天 不过这个比较像是后视看长来 因为他这里 他会在你们两个 后来发现彼此的想像是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开始觉得比对方很有趣 很有乐趣 那个好奇心 那个新的相处的新的生命力 会在后面之后 发现彼此不一样之后 就会展开一种新的路线了 但还是一样要提醒 他没有那么快 他要慢慢来 所以以现在选到一号牌的朋友 我只能说 这个人应该差不多要出现在你周遭的朋友里面 那他会非常非常淡 淡到你们不会有直觉感觉到说 未来有可能会跟他交往 或很难 还没有那么快 因为你们彼此都还有某种距离 而这个距离 主要还是因为 呃 就讲简单 就是第一时刻不来电 但是你们的来电 跟你们的有感觉 是后面真的是发现彼此不一样 了之后 才会有改观 才会有新的感觉 才会有新的感觉 好 我再看一下 我来帮你看一下你们两个 真的相处之后的状况 好 看一下 嗯 还可以啦 你们可以发生 发现 蛮多新的东西 不过 他这里也说 你们从朋友进入 可能要交往的状况 这一段时间也还很长 你们交往也会交往到蛮长一段时间的 其实简单来说 你们认识彼此的节奏跟速度偏慢 哦 能认识到的没那么快 都是一点一点累积 你们比较像是另外一种日久生情啦 但是你们很奇妙 你们会慢慢发现 你们彼此有某种很淡的默契 来维持你们两个的关系 嗯 渐渐的 渐渐的 你们可能就不会再去 都只是朋友的邀约 大家一起出去 你们只是一起进去的 你们后来会很有可能自己约 因为你们有会发现自己想去的地方 其他人不想去 就只有你们两个去 后你们会慢慢的发现 然后慢慢慢慢的 嗯 我觉得你们比较像是生活节奏 达到了某种同步 或是某种默契之后的 还有你们的聊天内容有越来越深入 越来越多 越来越进去之后 你们的关系才有慢慢的提升 但是这个时间都没有很很快哦 我通常说没有很快 那就不是几个月的事情而已 只不过能量很稳啦 能量很稳 它有一个拼铺 只需要往到你们可以交往那个阶段 目前只能看到说 有那个交往的可能性 有那个交往的可能性 因为真的很淡 你们的关系很淡 但是很稳 很稳 它会慢慢的发展下去 好 这一组我觉得算是我难得抓到整个流程时序比较长的 但我们一样 乐观的期待就对了 谢谢你来听哦 祝福你 来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二号牌的朋友 来 今天的题目是 你正在吸引着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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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 嗯 很特别哦 好 看一下 你们有 你们两个应该彼此有特别的吸引力 很独特的吸引力 呃 它这个状况比较像是说 如果你们两个后来我来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朋友会说 诶 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 会有点意外 可是 你们两个彼此互相信的感觉 只有你们两个知道 你们有 对你们有特别的感觉啦 别人不太能理解 有一种很 有点像是 可能会从你们的兴趣 或是喜好里面去发觉 原来有个人跟你差不多 好 我再看一下 嗯 这个人 在附近了吗 因为这样看起来还是有一点未来性在里面 我看一下 他现在已经在你附近了 而且你们也已经认识了 然后 呃 当然啦 因为这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 然后 呃 你的状况比较低低哦 你的能量各方比较低哦 不知道是 但是 上一个感情刚结束 还是之前的感情结束 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选择二号牌的朋友 有这个状况哦 那 没关系你就多跟朋友出去 那他 这个人 现在应该已经是你们 你出去的时候会遇到的人了啦 那这里 有说 其实你们内在心底有一个互相吸引的东西在 但是没有明说 都是在用一种偷看的角度 而且他没发现你在偷看 你也没发现他在偷看 你们现在是处于一种互相暗恋的状态吗 好像也不算 可是只是内在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吸引力 就你看到他的时候 心里会有一点点小雀跃 小雀跃 但 没有特别超过 或去想到说想跟这个人在一起 没有他就是有一种特别的 彼此有一种特别的心理 所以以现在这个状况来说 你们的附近的能量 我觉得是很稳定的 他在特意显化出 你们直接有一种打打闹闹的朋友关系 但是你们其实心底知道 你们彼此还是有一个距离 没有办法像跟其他人打闹的这么熟悉 他还是有一个小小距离 那这一个距离 他不是一道墙 他是你们两个其实有爱情能量在中间 只是因为没办法讲出来 没办法表达 他就变成是一个很特别的感觉 在你们两个中间 然后会觉得有距离 可是那个是你们的感情 跟你们可以恋爱的感觉 那只是现在被误会成是 可能是一道墙 或是什么一个距离 那他必须要有一个 在更放松的状态 你们两个才会有更进一步的状况 不过你们两个之间 确实有一个能量是在说一种回复 看来就是跟上一个关系有关系的一种回复 不知道是你这边还是他那边 那这个对我来说是在这个关系里面的某种负能量降低的一个过程 所以他可能也不是用来阻止你们两个有新的恋情或感觉的一个因子 反而他成为你们两个人某种连结 某种魅力 因为他会有一种回复疗愈过程的时候 眼神会散发出某种瞬间的悲伤或是 若有所思的感觉 那个反而成为你们两个很奇妙的某种敏感上面的一种连结 会特别在意彼此的存在 那无论你有没有 但是他现在他那边确实是有这一个 有这个小小的 怎么讲 我觉得他对你有某种特别的想象 我觉得是同步 但是我觉得如果以今天的这个单位 我觉得我们先不要管你这里 我们就只管他 他那边对你有某种特别的 我觉得他有某种特别的想象 然后他也突破不了 他也过不来 他也没办法去问你 所以你们中间其实现在有一个小小的距离感 好 那 我看一下 嗯 没错 你们 现在 以现在我觉得 近期短时间内 你们的关系要有再突破到新的意见 我觉得 没那么 没那么 还没有那个 还没有那个事情出现 现在只能像这个关系 也 现在我觉得 你们附近 你们两个之间的能量 都还在一种 调整 他还没有酝酿出有爱情的那个讯息 我只能 我们要把这一题再退一步 我觉得你们的关系 会属于一种 有比较多的在意 有比较多的特别的在意 这样 但我觉得 从前面的排 有说 你们应该 真的会有一种很特别的话题 让你们两个拉近啦 你们会有一种 旁边的人会觉得 你们怎么在聊这个 然后你们聊什么 我们都不懂这样 然后彼此也会有一种 身边的朋友 其实都没有办法聊你 比如说身心灵的事 很多人不太聊身心灵的事 很多人不太聊占卜 很多人不太聊塔罗派 但是只有这个人可以跟你聊 会有这一个默契在 你身边的人很多人不信 很多人不太在乎塔罗派 这种生命主义 虽然他们都信了好朋友 但是没得聊 可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就可以聊 他会有这一个状况 那你们两个就会开始有自己的共同语言 然后就会有一种 我跟这个人是一国的 小小的一个小国家的一个感觉 那他这个算是一个好的开始 才让你们的关系有慢慢的往前 慢慢的往前走啦 然后我确实有看到你们两个中间 能量上对彼此的感觉 中间有扇一些小恶魔 那个小恶魔是互相对抗 互相吸引的 只是他没有办法彰显 他还没有一个确定性 所以他并不会变成是一种恋爱上的 一种出手 或是一种行动上的表达 所以现在就整出在这个 好像是有事无的喜欢对方的一个感觉 我为什么说他也不是互相暗恋 因为他没那么确定 他没那么确定 只是现在有一种彼此吸引住的感觉 今天这组牌有蛮多阻碍啦 蛮多阻碍牌 都在阻碍着一种说你们中间有一种关系 有一个隐形的墙 那主要还是因为这个中间这个阻碍 我觉得比较像是一个没有被认可的情感状况啦 他如果被突破 他会变成是你们两个人关系的催化剂 黏膠 会让你们两个黏在一起 可是现在这个东西还没有被打开 他就是挡在你们中间的一个情数 那这情数没有被定义成他是要往恋爱 什么都没有 所以就变成好像你们两个有一个中间有一个东西挡着 这样 有一些很微妙的奇怪的感觉 他是可以被突破 可是他需要在理智的状况下突破 你知道为什么是理智的状况下突破 因为他有可能是说大家去打掌闹闹喝酒玩乐的时候 就喝酒壮胆随便乱讲的这种突破 这个不算 因为他这一体比较需要一种很明确 脑子非常清晰的时候去突破你们两个的关系 所以他必须要有你们两个突然能够正视 你们的关系似乎跟其他人不一样的时候 然后敞开心房的讲之后 你们的关系才会往前一点 才会往前 不是一点 他才会被突破 那 嗯 还好啦 现在你们各自是自己各自理的样子 还OK啦 简单来说 讲这么多 就是 你们现在这两条不同的人生故事线 现在还没有到要交集成恋爱的那个打结的节点 没有啦 那现在只是说 在附近 两条故事线 在附近很近的位置行走 那现在这关系还OK 可以稳定的往慢慢发展下去 他的确需要有特别的事情发生 你们两个才会变得比较近 才会变得比较近 那这个事情就是 只有你们两个懂的事情 就是独特的话题 一开始其实一开始就已经做了 那 他那边的能量 嗯 你们的相处没什么问题啦 因为这边其实一开始就有翻到说 其实两个算是 同一类人 同一种人 同一类人 好 看一下 我想翻看看一些奇异点 好来看看你们这份关系突破的 连三章都说没有什么特别的突破点 就只有现在这个状况 他现在就是说还没到 我不知道是还没到还是还没发生 在这三章的时候 我觉得他可能在告诉我说 没有突破点 可是还好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有 表示他这个路径要等 有些事件还没有开始 还没有发生 他会发生 然后让你们两个的关系有特别的状况 嗯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在等一下 在等一下 你们 现在的 关系就是 有点偏向暧昧 可是那个是个情愫的暧昧 好像 嗯 我刚刚就说每次看到这个人 都觉得有点开心 或什么的 那种情愫 他也是 他也是 但是一直没有在往前 可能因为周边有非常多的人际关系 让你们没有办法开口说想要跟彼此在一起 或表达这个 还没 主要还是因为你们两个内在的能量 也还没有完整到 有非常笃定这份感觉 是在那里可以说出来的 好 不过我们期待一下这个全杖二 全杖二告诉 我说不久后 是会找到方向 找到感觉 会有突破口的 但是 毕竟还是在二嘛 而且又是在好几层到后面才出现 所以 会有 但是没有 这么快 那现在他就是你周边的朋友 就好好的相处就好了 不要特别去想 是谁 因为 会有点弄巧成拙 就淡淡的 你在意谁想对谁好就去做 可是不要有太多的期望去 或是去想像 说会不会是这个人 就是未来的那个 先不要 先不要 因为现在这个感觉 能量上我觉得还算是有点琐碎 他还没有整理完 每当你去拘力或是执着某种点的时候 你的感觉可能也整理不起来 要让他自然而然的在内心里 他会自己拼装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答案在哪 你就会知道是谁 你就会知道怎么突破 你就会知道 这个关系的感觉 怎么走 好 好 那这就二号牌的朋友 那这就是今天的讯息 那 谢谢你来听到我祝福你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 选择第三号牌的朋友 今天的题目是 你正在吸引着谁 你正在吸引着谁 好 看一下 好 我放在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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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先看一下這裏已經有一些訊息 他有在準備要告白的思緒 這個意識有出來了 他已經有一點要接近要告白的狀況 你身邊有朋友知道這個人很喜歡你了 而且好像也有在告白 然後他們正在找一個比較好的時機 確定跟你告白有沒有效果或各方面的 他們現在在討論 然後好像在等一個不錯的時機點 這題已經超前了 要跟你表白心意了 然後有一種希望能夠勢在必行 告白就要成功的一種感覺 所以這個方面有點精神潔癖 要求的有點太高了 他想要表現得太完美了 可能這就是讓他好像沒有辦法 立刻告白的一個原因 因為那個節奏不快 那等等 看一下 基本上其實現在就可以告白 現在就可以表達 能量上是覺得可以 反正那個都是一個新的經驗 告白了之後就可以沒關係 可是在他的心裡很深 他覺得要完美 這個又被強調了一次 他對自己的要求有點過高 就像我剛剛講的 確實是有一些精神潔癖 他這個就是他耳朵的一些小聲音 正在干擾他 所以他其實現在是把自己拖住 那我這邊也看得出來 你這邊的回應是 不管現在是哪一個人跟你告白 你都會覺得不要那麼快 慢慢來就好了 並不是告白的問題 而是你心裡已經知道說 你要準備慢慢來就好了 可能是因為之前有很多經驗 讓你知道說慢慢來就可以了 不用急 什麼都淡淡的開始就好 但是這個部分 你跟他想的 我覺得有點相反 他就覺得要一觸可見 一開始就要有一種濃烈的表達 要感覺到非常強烈的反應這樣 可惜啦 他沒有發現你這裡的反應 並不會給予這麼大 即使你現在心裡已經有準備好 有任何人來告白都OK 但是你的感覺是比較平淡的 比較暈淡風輕的 沒有想要這麼龐大的一個大的反應 那而且你好像也不會因為這份告白或表白 而這麼快答應 然後你會跟你的朋友討論 去問看朋友這樣子好不好 或什麼的 那以距離來說 我覺得這個人只是偶爾會出現在你附近的人 但是你們曾經大家一起出去有相處的時候 對彼此有蠻好的印象的 只是那個時候的感覺並沒有要往愛情那個方向走 但你的朋友有人可能會覺得說他不錯跟他試著交往看看 有人會幫你他推銷 會跟你推銷他 但這個是可能在他跟你告白或表達心意之後 因為我這邊確實是有一個你不會馬上答應的狀況 沒有答應的這麼明確的狀況 我以為這個隱私牌是他那邊 需要探查一下這個關係或告白 確不確定好不好 原來可是這裡再翻出來 我覺得這隱私牌比較多的是你的一個節奏感 你會覺得即便告白的表達心意了 那這份交往也 也許是答應了 口口上答應了 可是你的心態上還是覺得 就是比較特別的朋友先相處下去 再看看這樣子 然後 這一組 這一份告白的一個關係還蠻多人在看的 你的朋友跟他的朋友都在看 我覺得這個可能在某方面來說 給了某些壓力 給了某些壓力 當你發現是這個人跟你告白的時候 你心裡會覺得說 那大家都知道 這種 這個好像 這一份告白好像不是一種 簡簡單單的你們兩個相處的時候告白的 好像會在某種其他人也在的時候告白 那我個人認為 在某方面來說 給你的壓力有點大 我其實沒有看到非常欣喜的瞬間 但是我這邊有看到你的能量是處在一種 告白前後都處在一種 沒什麼波然 沒什麼晃動的感覺裡 也許你今天來看這一組牌 但是 三號牌的朋友 心裡似乎有做好了某種 新的戀情開始的一個時間表 你們好像接下來不會隨隨便便跟任何跟你告白 或對你好的人在一起 就算有 就算要開始 你好像已經有一個時間表 要慢慢的整整整往前走 已經沒有之前的那一種愛情的衝動衝憬爆發心的 想要大大大大戀愛的這種氣氛沒有 即使你想好像也提不起勁 三號牌的朋友這個訊息 我覺得OK 我覺得OK 這是某種 也算是某種不錯的方式 反正人生談了幾次戀愛 那每一種方式你都可以試試看看 都會有不錯的心得 那這個階段你的狀態就是你之前得到的心得的一種某種模式 我覺得對自己是舒服的就好了 以我這邊看來你的內心的那一種平靜感 我覺得很優秀 品質還蠻不錯的 就可以保持下去 好 我看一下 來看一下你們 這個好了 我剛剛已經看到你的內心 你們你的內心這邊的平靜 這邊又講一次是超級平靜的 你以為 我真的會覺得你以為 因為你們有主動性來看牌 你就會以為你很期待一份愛情或是很好奇 但是其實內在是偏平靜偏冷淡的 對一份愛情心得出現的時候 嗯 看一下 你會表現的 你會表現的有愛情的樣子 但心底其實沒跟上 那 沒關係啦 你 對這個人來說 他這個 你會覺得 不要讓對方難過 太難過就好了 感覺對方好像還蠻熱情的 結果你好像希望能夠表現得很同步 可是其實心裡你很老實的知道說 沒有沒有 我現在沒有辦法 對一個愛情的憧憬或是熱情 能夠快速到像以前這樣 或是快速到像這個人這樣 好 你們的狀況差不多這樣 你的心境我覺得你應該更了解 那這個我們就不追究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答應了 試著交往之後 你們的性格上各方面合不合 還可以啦 算是 有慢慢破解了彼此的假象 有慢慢拿掉了你們彼此的面具 應該就是說 你們 會有一點慢慢鬆懈 卸下心房啦 但是時間沒有那麼快 然後 如果你們最後真的要確定在一起的話 基本上應該已經有大調整了 大調整了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 想要 覺得愛情是什麼樣的模式這樣 確定之前你們會有這種大調整 你們 我目前覺得你們算是要比較多的溝通才能夠在一起的人啦 因為我一直有一種你們走在不同方向的感覺 那 但是我也感覺得到對方的能量也是算蠻優秀的 而且還有一種外在散發的魅力的優秀喔 因為他那邊有一些他的朋友願意幫他 那朋友很喜歡這個人 大家好像很希望他能夠跟某個人在一起的那一種祝福感很重 表示他這個人本身 似乎也算是不錯的人 各種方面有魅力啊 內在還不錯 只是你們的問題出在 你們真的有點不太一樣啦 那個上面不太一樣 最後如果真的能在一起 確實是因為挖掘了兩個人彼此內在的某種很重要的交集 那我這邊可以看到那一個交集 比較像是你們的過往經歷 有 有某種雷同的東西 就是以前的故事 以前的事情 有某種類似的東西 而產生的第一道 第一步的交集 然後後面才能夠創造出你們兩個相處的獨特的關係 但是前期真的是比較像是去挖掘 你們的過去的相識點或共通點 才有辦法找到你們兩個的橋樑這樣 那他也會在跟你相處之後 才會慢慢發現 他以為他喜歡你的點就是你 可是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他很接近才發現說 原來你不是他原本想像的那個樣子 但這個不是扣分的 而是他會有一種驚奇的狀態 原來你不是他想像的那樣子 可是他對你的喜歡 應該是在底下有某種很細的能量連結 他沒有辦法搞懂是什麼東西喜歡你 只是我只能說他以為他喜歡你的點 他喜歡你的個性的表現是那個樣子 可是其實你有別的那一面 但是我覺得這裡不影響 不影響只是 那個只是個門啦 只是個門打開而已啦 讓他注意到你 讓他在意到你的點而已 那你們這組如果真的要相處起來的話 我覺得必須啦 必須要挖一些心底 某些重要的東西 做交換之後 兩個人才會hook起來 不然 他這一題很容易就淡掉變成 很快就退回朋友 我必須說這組有可能很快就退回朋友 因為初期 有一點點大概10%的格格不入的感覺有出現 加上過度的美化眼前的這個人 他那邊有喔 好 主要還是因為他有可能會不上手 他不知道怎麼跟你相處 然後你這邊也沒有特別想要努力 好 很奇妙吧 有的說我們在期待一個人來跟你告白或什麼 結果你才發現到了告白的瞬間 告來片刻你其實心裡沒那麼欣喜的 好沒那麼欣喜 可是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檢視一下自己 現在對於愛情的價值觀跟愛情的狀況 我是什麼樣子的期待這樣 但對於這一題我可以給個小建議 就是不要拒絕的這麼快 因為這裡確實有一個我剛剛說的 你們兩個會互相發現 原來彼此跟自己想的不一樣 但是這個不一樣的方向是正能量的喔 只是他這邊有一點點的訊息是說 需要有一點點耐心 你們才會發現彼此能夠喜歡彼此 是這個訊息喔 只是因為他的節奏很緩慢 加上他有一些外力的 你的朋友跟他的朋友都有可能覺得你們不錯 但是都有一些小疑惑是 兩個人都不錯但兩個人適合嗎 就有這樣子的狀況 那這個就只能靠你們兩個相處的時候慢慢的挖掘 這一組沒有那一種 立刻就覺得是那個一拍幾合的訊息是沒有 但是他有藏在你們的另外一面裡 那一個可以戀愛跟好的訊息會藏在你們的另外那一面裡 也就是說可能你們現在給彼此的這個表象是不適合的 但是其實內在的那一個第二層自己第三層自己 才是你們兩個會在一起的原因 不然不會這樣煩惱是抓這一個人 這麼多人會去表達對一個人的喜歡 但為什麼這個人表達出來也沒那麼順 可是他還是抓他 表示說一定有底下有某種能量 是可以讓你們兩個在一起 不然不會抓他 只是有些關係是需要有一層一層的關卡過了之後 才會發現後面的保護 那這組就是三號牌 那你耐心期待一下 應該他不是那種特別的表白 他可能就是會讓你感受到這個人喜歡你的這種表達心意 你期待一下 那到時你再靠著自己的直覺來做決定就可以了 不用特別因為同情而去答應 記得同情愛情不太一樣的東西 好 那就這樣選了三號的朋友 那謝謝你來聽到我祝福你